曾經承蒙G0V社群朋友的支持 我们承办了G0V News几年 然后很开心的在今年 就是终于交棒回社群的手上这样子 那我们成立了我们自己新的新闻平台 叫做OCF Lab 就是实验室的Lab 那但是我们之前在OCF的G0V News的时期 我们做的公民科技周报 我们一样把它带到了新的平台上面 那我们把它改名叫做数位公民周报 那最近也刚终于迈入第100期这样子 然后在新的周报的规划里面 我们除了在过去我们关注的公民科技 一样非常关心之外 我们同时也会增加一些开放人士的内容 然后还有就是数位人权 这样子大家都最近都很关心的议题 一个礼拜会有五个小小短短的新闻 那非常欢迎大家就是到我们的新的网站 LAB.OCF.TW LAB就是实验室 OCF是我们基金会 然后点TW 那同时我们也开始在实验新的 新的周报的形式 就是我们以后每个月 我们会做一次的 我们占定它叫专案开箱文 就是我们希望 因为以前它很多都是聚焦在国际 那我们希望这次它可以就是 每个月有一个机会我们拉回到台湾 然后来看就是不同的社群 大家现在发生什么事情在做什么事 那会聚焦在可能就是一个专案 那去做一些比较详细的分享这样子 所以非常欢迎大家就是还在寻找曝光的平台 或者是想要有什么新的专案 有什么发想的话 那就是联络我们 那我的email是kting.ocf.tw 或者是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那个粉丝专页 就是OCFLab的粉专页 就可以找到我们 然后传讯息给我们 跟我们分享你的新的题目 然后我们的粉丝团像有八千个赞 所以应该可以帮你们 就是得到一些还不错的 还不错的宣传效果 那非常感谢大家长久以来的支持 谢谢 好 我们谢谢冠亭 然后刚刚那个各位得标者 就是你们那个发...